杭州亚运人往桑木中华队今天进行的是南丹的赛事 我们的选手张又松今天是先击败了两位印度选手 一位南韩的选手晋级到了金牌战 不过非常可惜在决赛的时候是以0比4 输给了大魔王日本选手上松俊贵拿下了银牌 先来听选手的赛后访问 分量很重 但是扛住了 是强于韩国 其实拼得很激烈 然后我也是在这场也是很享受的去比赛 然后执行教练的战术 然后结果不如意 那我也是没有遗憾尽全力的 因为我一直在落后嘛 然后我就一直追分 然后追到抢7 4比4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有机会要赢 但是好像就是这个想法让我自己有点松懈下来 所以导致后面的表现就 有点打不出来自己想要的球 所以就遗憾落败了 第一次打亚运的张又松表示 面对经验比较丰富的日本选手 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拿下银牌他也相当的开心 那么今天同时另外一位选手 陈玉勋是拿下了男单的铜牌 这次中华软网队在亚运 是拿下了三赢一同的成绩 以上是记者林明珍陈旭一 在杭州掌握的最新讯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